电视台的记者他前往南投竹山的太极峡谷 要拍摄牧林队的野训活动 但是一不小心摔落进山谷 右大腿的鼓鼓骨折 由于当地地形非常的险峻 没有办法从地面来救援 经过了一整个晚上之后 到了白天空勤队的直升机出动 从高空垂降到这落差100公尺的溪谷 赶快把人吊挂上来送一只聊 看到空勤队直升机盘旋上空 终于松了一口气 直升机飞行在鬼斧神宫的地貌 这里是南投的太极峡谷 空勤队看到的目标 坠跑的陈信记者 队员准备就绪 下降高度 吊挂救援 受伤的是新唐人电视台的陈信摄影记者 16号和五名竹山镇大安牧林队的民众 到太极峡谷拍摄取景 却不慎坠落了10公尺深的山谷骨折 由于救援的路途搬动困难 当时夜幕低垂 人员伴着伤者就地生活 经过一个晚上 白天终于空勤队到达 佩济峡谷的美景 与无形欣赏 峡谷的落差大 有百米深 空间狭小 空警队飞行困难 成功救援将人转送医院 执行记者右大腿骨折 夜惊吓 第二次 大太太 大太太 大太太